大大小小的迷猴 成群結隊在馬路蹦蹦跳跳 雙在騎士下的不敢往前 只能回轉 有的迷猴跟著跑 有的停在路邊不動 這是在凱米颱風過後 高雄壽山出現大量迷猴 居民早就見怪不怪 不過在颱風後 確實感受到不少迷猴 疑似是果樹種子都被大雨衝刷 山上沒東西吃了 才會一整群跑下山 想找東西觅食 那這個這個橋名 本來就是迷猴 平常有在活動的地區 那可能就是颱風過境之後 風雨戰些 他們出來活動觅食 只是迷猴下山搶食越來越頻繁 像是以海景聞名的柴山山海宮 就有猴子會拿走供桌上的水果 將上凌晨是迷猴的活動時間 三點多就在鐵皮屋蹦跳 吵得不得安妮 廟前也有小吃攤販 都得注意有沒有迷猴出沒 就怕被搶走食物 甚至會被抓傷手臂 上海宮廟城都有工作人員 負責看守迷猴 只是猴子搶奪很迅速 偶爾還會被攻擊 目前柴山迷猴數量 大約有1000多隻 其實沒有太大幅度增減 有客上升時 盡量保持食物不外露 降低人猴衝突 TVBS新聞吳宗勛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